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府已经立法禁止四个人以上的公众聚会 公众聚会的地方 如果你多过四个人聚会 就会违法 立即发布告票给你 赚你两千元 这个就所谓叫做禁聚令 这就叫做限聚令 我跟大家讲讲这个禁字 这个禁字很多人都很熟悉 禁一般我们常用的是禁止 禁制 即是不准 就是禁的意思 也有一个忍受抵受 例如若不禁风 就是用这个禁字 它忍不住笑起来 你可以说禁不住笑起来 你可以用这个禁字 这个禁字是怎么组成的呢 下面呢 这个就是指示的示字 这个示字 比古字的这样写法 上面呢 一个短画一个长画 这个就是上下的上字 这个就是上面的 这个就是指个T 这两画是代表上T 下面呢 下面呢 就有三笔呢 这说文解字的说法呢 就是日月星的意思 其实呢 是指在天上面 是向人 或是地上面 发出的那些信息 就是通过这些星体 发出的信息 我们古时呢 就是仰观天象 或者星象 就可以用来去预测 然后呢 然后呢 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么呢 中国也好 其他文明也好 古代呢 都有这些所谓 用星象来做尖卜的 尖星术 这个中外也有的 因为古人呢 有空没有事做 就看天 看到有些奇怪的天象 包括晚黑见到一些星 日头也见到这个太阳 有些现象 可能它是解释不到 那么呢 就将它和我们的命运 和我们人世之间 发生的事故 都联系上来 所以这个事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来自天 给我们的一些信息 这个当然就会借用来 传递信息 这个意思 由权威 由上面 由有权的人 发信息给你 就是指示 或者告示 这个事呢 就跟这个禁 的意思有关 这个禁 就是表示了一种 或者向你 发出了一种指示 那这个 上面为何是个禁字呢 那 有个说法就是 这个是没有的 是借用它的声音 但如果你只用这个声音 那为何由是 就会变成禁呢 就是由一般的指示 又怎会变成禁字呢 所以我相信 这个禁字呢 除了一个声音之外 还有一个意思 还有一个意思 有什么意思呢 我也不会估计是 林郑的指示 那意思呢 因为 我们特首不是所有指示 都是禁的 我们古人有个说法 就叫做 玉林莫入 又叫做 逢林莫入 为什么呢 因为 那些森林 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就是 不单止有些 野兽 你进去里面 可能会 所以 会遇到陆 所以 六林浩杰 有些劫匪 都躲在森林里面 来做世界 既然是这样 你遇到森林 在 如果外面真的有个告示的话 多数都是叫你 不要进去 但你进去如果有什么危险 就 自己负责了 所以 这个 能字呢 我认为 是除了 声音之外 意思 也有的 那就是 不要 入到森林里面